他已經損了兩鑊了 如果兩鑊都沒事 可能順道是賠錢的事 我都可以為所為 如果我是那路勢 賠錢就行了 錢解決問題就不是問題 可能今次事件事搞到丹尼 食品公司的肚子都臭了 改名字就可以了 富林也是改名字 求為改名字叫Jimmy Jimmy食品蛋公司 或是JJVMJJ食品蛋公司 有他改的 很久沒見大家了 我這個直播的主題 就是圍繞香港隔壁營的食物質素 究竟是怎樣 今天就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公開給大家看 嘩 我們香港以往被以為 什麼? 什麼? 美食天堂? 笑到我看完隔壁營食物之後 倒退20年都不得了 比以前中國人吃薯皮 所以大家要有心意準備看的照片 好恐怖 尤其是最近最流行的 什麼? 什麼? 粟米鐵餅? 就是粟米肉餅 然後弄成一個鐵餅 嘩 真的很像那些狗罐頭開出來 然後被狗吃那些狗糧 都想跟大家說 從這件事上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有什麼問題 以及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都可以跟大家討論一下 其實這件事 可以說回2021年5月7日 在這一天 就爆發了一個集體食物中毒 即是在隔壁內爆發的 就是由一個荃灣區議員 在Facebook上透露 就是竹高灣的檢疫中心 至少有16名全威花園的居民 在早上出現集體肚死的症狀 懷疑是食物中毒 正正因為5月7日 這個食物中毒的案件爆發出來 之後在我們現在才可以看到一些 香港隔壁營的食物中毒 才會衍生出這件事 大家都看到上網很多的圖片 讓大家看看 真的有一次不明白 是不是真的被人吃的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圖 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個應該是早餐來的 相信是三文字 加蜜皮 你看看那些蜜皮 那些蜜皮多噁心 這種蜜皮像是煮了一段時間 可能隔了兩三個小時 還放在那裡沒有人吃那種 還有如果這種狀態的蜜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這一類的蜜皮 即是你舀上來那一刻 真是像一個芝麻糊 通常都是沖完之後就馬上吃 不會放那麼久 真的很噁心 我想說不像那些嘔吐 不是我想說 到之後就爆發了這件事 衛生署說 其實這些食物的一個承擔箱 就叫做丹尼食品豆奶公司 他說這個承擔箱 就提供每一天的早午晚三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些圖 即是剛才我展示給你們的圖 生果 還有這些 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像有輻射的綠豆 我真的用不到 神經病 這些是不是被人吃的 是不是綠豆沙拌飯 這是粥 為什麼我現在才知道 這是粥 很難理解 還有這些蛋 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粟米加舊蛋 因為這件事巴太厲害了 因為社會輿論的壓力太大 這個丹尼食品項公司 最後就被逼中止合約 即是不再找他做一個承擔箱 最後政府就找到另一間 另一間叫做美美黃餐飲 這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它會突然爆發食物中毒呢 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 那個粥糕灣的地方偏遠 所以可能在運送的過程中 可能運送得比較久 而令到食物未能夠準時送到指定的地方 令到可能出現變臭變酸 要喝酸味 甚至可能會壞掉 所以就會引生到食物中毒 這件事 我聽過一個脆紋 也很好笑 裡面其中一個隔離人士 沒有肚子 即是沒有中毒 然後就問他為什麼你沒有中毒 然後他就說 大哥看那些食物都不想吃 所以他就沒有吃到隔離營 提供的食物給他 就是因為他沒有吃到 所以就沒事了 大哥你問我 我也不想吃 真的好多密鬥 剛才我這些只是冰沙國 還有一些西嶺雞球 看起來不錯 但是當那個人在北的時候 你看看 那些西嶺汁 遮你 即是這道菜 能夠做到這個狀態 可想而知 這碟飯都冷了 你不會 你熱吃不會這樣吧 也想跟大家去說 這件事 究竟這個單尼食品飲養公司有什麼料 想跟大家簡單交代背景資料 這個單尼食品飲養公司 是2001年創辦的 他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飯盒供應商 其實他也是一個四大學校的飯盒供應商之一 其實他也挺厲害的 他在高峰時期 曾經試過每一天 是供應100間學校的飯盒 飯盒的數目是多達3萬個 哇 真的是3萬粉絲 有一次比較突出的事故 就是在2019年 即是兩年前 就是一間小學 有訂過這個單尼食品飲養公司的飯盒 有多達20位學童 吃完他的食物之後 出現了肚腫和肚痛的跡象 而且也有學生反應 吃他的飯盒的時候 就吃得很酸 那麼那個單尼食品飲養公司 他就曾經解釋 他說原來那時候 那個冷房的溫度感應器就壞了 令到冷房未能夠正常運作 就令到食材壞了 然後當時他就說 會繼續去跟進這些膳食的問題 甚至是往後 會加強這方面的一些監管 簡單來說 就是說單尼食品飲養公司 其實早就有前科 就不是第一次有這個問題 我在網上也看過一些評論 我覺得也挺搞笑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總結了五個 有些比較搞笑的評論 當中包括有 運營肚也沒那麼硬 派罐頭也比他好吃 這東西可以打開門 當作鐵餅飛 應該可以飛到屯門 弄到這樣 也挺高難度 還挺足夠的 都不難 還是我想起以前學校吃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比 但我又覺得沒那麼差 我以前覺得我學校已經很差 但我真的沒想過 低算不算低 這個單尼食品飲養公司 真的突破了我對食物的界限 我真的沒想過這樣 最後想跟大家簡單說 說回這件事上面 究竟我們可以看到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有些問題可以看到 我們不要經常是笑咬人 不然食物真的很難受 但從這件事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政府有三大問題 我覺得可以說出來 第一個問題 就是政府的招標制度 是很容易有問題 怎麼這麼說 原先政府以往找這些承辦商 找這些食品的供應商 多數都會公開招標 然後一些供應商就會投標 投到政府的供應商 就開始跟政府簽約 然後他就負責幫政府 或提供政府一些飯盒 吃不吃等等 正常程序是這樣的 這次香港政府 就說由於時間緊急 有限 需要在兩天之內完成這個項目 所以他就簡化了這個工作 他就變成了政府自己 去找這些食品供應商 邀請他們去做隔離中心的食品供應 OK OK 我就當他是特殊原因 即是緊急情況 政府這個招標制度 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 你越低價 你越將自己的價格壓得最低 政府就會找你去做他們的承辦商 大家都知道 一分錢一分貨 即是當你將自己的產品不斷壓價 最有可能的就是 可能在用料方面 就加價減減 或者食物的質素 可能本來用一些漂亮的材料 都比用一些差的材料 這樣拼湊在一起 然後可能整個成本價 可能15元 然後可能賣給你20元 可能賺到5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政府的投標制度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你應該要專注在 你選擇的供應商 他本身的背景是怎樣 他過往有沒有犯過錯誤 甚至是他的食品的那個品質監管 而不是說 他只是給你20元一盒飯 然後你覺得 嘩!很棒!很划算!很便宜! 然後就採納了他做一個供應商 不是這樣的 第二個問題就是 從這件事上 即是突然爆發了食物中毒 其實我都可以看到的就是 香港政府 他沒有正視過這個問題 你可以留意到的就是 爆發了食物中毒的問題 然後他就說 跟衛生署談過 那他就 最後就轉了另一個食物供應商 就叫做美美王餐飲 就沒有了 但是 你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那單離食品的公司是怎樣 現在是因為他的管理不善 甚至是他的疏忽 而令到有超過16個人 食物中毒 那這間公司有什麼後果 我完全沒有交代過 有多離譜 即是 一間公司是可以去到 即是就算自己犯錯了 我自己做錯了 加上這麼多人 甚至可能進入醫院 或者怎樣都好 我沒事的 大家可以看到 表面上 香港政府好像很配合民意 就說換了供應商 大家不要再吵了 但其實 根本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那個混蛋供應商還在 還存在在香港這裡 他們都是有機會提供飯盒給其他的機構 其他的組織 他們都有機會出事 那這個有沒有解決到 即是你怎樣都要做一些東西 去規管或監管 可能最簡單 我舉個例子 你會不會是 特急檢查一下他的工場 究竟是否符合衛生要求 甚至是否真的要重新審試過 他這個所謂的食品經營牌子 是不是合作了 2019年出現過一次的食物中毒問題 到現在2021年 自隔兩年 又出現多次食物中毒 你媽媽 你還可以消耗別人說你的食品製造商 即是你是不是應該要 從這一方面入手 去監管 他們的食品質素 你要保障香港市民 他已經失去兩鑊了 如果兩鑊都沒事 可能順利是賠錢了事 我都可以為所為 如果我是那個老闆 賠錢就行了 錢解決問題就不是問題 可能今次這件事 搞到丹尼食品公司的肚子很臭 你改名字就可以了 你腐臨也是改名字 不就改名字叫Jimmy Jimmy食品蛋公司 或是JJVMJJ食品蛋公司 有他改的 去到第三個問題 再想得深層次一點 大家可以看回整個時間序 其實這件事 香港政府是 我難聽說的 是沒有重視過香港的人權問題 怎麼這麼說呢 其實隔離營的食物問題 不是今年的食物 其實已經是 因為我上網找了一些資料 我發現 其實早在去年 即2020年的時候 有一位師兄 出了一個報告 他有說到 隔離營的食物有多難吃 賣相有多難看 當中有包括竹膏灣的見面中心 他有說到 裡面有難生果 疑似嘔吐物的食物 即是剛才大家看到麥皮 硬過條命的飯 其實早在去年 其實已經有人去反映這個問題 即是食物 一直都是這麼難吃的 我難聽你說一句 即是未好吃過 即使人們如何去抨擊 其實可以告訴你 去到2021年的5月7日 或之前 香港政府是沒有你們的 即使有人打這麼多千字文 我上網看過一些照片 其實不是最近才有的 有些是去年底 有些人已經發了一些照片 說裡面的食物很難吃 但香港政府是無理到你的 那為何香港政府 即是現在才來呢 當然啦 食物中毒 而正正因為食物中毒這件事 才連帶爆發了食物難吃的問題 如果沒有食物中毒這件事 他們養得你死 你還在吃粟米鐵餅 因為他的心態就是 如果我有東西給你吃就算好 我自己覺得他的心態就是這樣 從一個深屯子的角度去看 其實香港政府 根本上就當香港人不是人 即是中國以前也有句話 民以食為天 即食物對於一個市民 即是普通百姓是多麼重要 從這個善食的安排 你也可以這麼隨便 你就知道他們用什麼心態對香港人 所以往後沒有了 你香港政府現在都是這樣 往後只會更差 那我們現在要拘捕一下 因為我六年小學有轉過幾次飯箱 對上一次轉過飯箱 就是轉中了丹尼 是超難吃 所以我吃過的 你真的吃過嗎 真的嗎 我記得當時真的有人吃完 第二天沒有上學都很餓 發笑 神經病 神經病 這麼誇張 我沒想過大家有吃過丹尼食品品牌公司的飯 你不是說廣告 看你們說你們就是香港政府給學生吃狗糧 哇操 真的嗎 你們那些也把香港政府當作是RB一樣嗎 在抗議方面 抗議 抗議方面 哈哈 丟 哈哈 薯蓉臘腸 有些嘔吐物狀態 有些薯蓉 哇不得了 等一下 我真的沒想過大家 這麼多人有吃過東西 如果這麼多人都吃過丹尼食品品牌公司 這間店 因為我自己就沒有吃過 你問我 我吃過飯 還有吃 烘沙 好像 我記得名字是這樣的 我現在 祝福大家有吃過丹尼食品牌公司的人 希望大家平民安安 不會有什麼事 還有 希望大家吃花生 還吃花生 都要知道 每一件事 都可以反映到 背後的一些問題 而是想深一層 或者看寬一點 都可以反映到不同的問題 希望大家都想多一點 從不同的事情想多一點 就不要再做什麼港豬也 或者藍絲 中立論也不要 想多一點 尤其是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 他不會教他想 就靠你 看一些編章 看一些新聞 他自己去想 今天就到這裡 還是一句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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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 今晚的鐘 在心情形上 才收睇 BYE BYE